那些都是很新的才開始進入到那個族流的論述當中 所以肯定那個對我們 基督宗教對原住民族的很多部落而言影響是大的 也有影響小的 但是以我的不農屬生背景來說影響是相對大 但是那不是簡單的好壞二分 那是就是有一個互動的過程 我推薦你去聽那個爸爸漾博歌他們放 好,謝謝,可以嗎? 謝謝 還沒有人想要提問的 有嗎?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那個我想要請問一下 那你剛剛說你有一半的血統是布隆族 那我從那個就是電視上有曾經有看到 就是說現在文化部現在有在推行五型文化市場 就是你們布隆族有一個就是一群的團體 然後好像類似那個什麼 發音傳唱還是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曾經有在文化中心有看過 你們的那個布隆族的表演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說 那像因為他文化部之所以要推這種五型文化的保存 因為他就是要希望說 你們繼續能夠把這種 這種就是五型的這種文化 類似這種就是原住民的一些 類似手工藝啊 或者是這種合唱的這種方式 然後繼續再傳承給下一代 繼續再延續下去 不要把這種文化給打破 那就是說隨著你們族群可能 人生的凋零可能會漸漸的失傳 或是是怎樣 所以他就會一直在推這種活動 那我問題就是說 像你們有這種 有繼續有在這種 八音傳 在這叫八音傳唱還是什麼 那個叫巴西布布 不是八音 就是其實不是八個音 只是以前大家都以為說有八音 其實是就是復命啊 重複的復命 就是有再繼續有再延續下來 就是有順著這種文化部的這種政策 繼續再這樣延續下來 因為雖然我曾經是有在看一些電視節目 他曾經有在介紹說 有些原住民的手工藝 因為隨著現在的年輕人不太希望去接手 然後健身人已經都失傳了 甚至於有些你們原住民的母語 甚至於漸漸的有些部落的一些那個母語 漸漸也都失傳 那我想要請問就是說 你們回去回你們部落 有再繼續延續你們母語的一些練習 就是講述之類的 有繼續在傳授給下一代 繼續再延續這個原住民的母語這樣下去嗎 我問你就是這樣 有 有 有 好 我們部落剛好 羅納 我的爸爸的部落 羅納部落 在地 他們不是為了呼應文化部 他們是本來就自己有自己的一些社群組織 然後 其實滿多部落他們是在地自己發情 但是剛好政策也配合到了 然後就互相會議 那羅納部落本身有社區自己成立的那個文化協會 然後也有專門傳承法西部落就是那個布音傳唱 然後其實共同主要有一個特別叫楚音 我不知道楚的那個母語怎麼講的 就是敲刀莫吉的那個楚 楚音 那個法西部落是要配合那個楚音 然後楚音的是不同木頭會有不同的高低音間 那個都要專門的有知識的祈禱去傳承 很幸運的我們部落現在有在做這個 好我弟弟也是裡面的成員 所以我弟弟他在部落他是 他是會唱也會敲那個楚音 但是很需要他的確需要刻意跟用意的去傳承 還有我的家人 大陸的家人 爸爸以上長輩還是會講母語的 不會講母語的是大概是我這一輩以下 母語的程度比較不好 但是我們有在學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 我剛剛都剛好想到 因為你剛剛有講說就是說 你有幫你本來要幫你弟弟要介紹一個女朋友 他後來是因為你們是同樣的什麼巴拉甘馬 對同一個家族的 Is巴拉甘家族 都是同一個家族的 那像我們 我們漢人 我們漢人是因為 除非是說是同樣都是親屬關係的話 這種可能就是不能夠同溫 另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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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同性也 原本也不行 可是我們現在同性已經 打碰那個禁忌了 就是我們現在同性 同性只要不是同情屬關係的話 你如果姓是那個sex還是那個 就是同性啊 性別的性嗎 不是 同性 姓氏的性 本來我們漢人是 同性 同性跟同情屬的 是完全都禁止說同文 因為怕說會生出畸形了 所以現在同性已經打破這個經濟了 那就是 現在只存在了 就是說 我們同樣親屬關係的話 就不能結婚 那我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你說同一族群人 是什麼樣的關係之下 是不能夠同溫 因為 因為有些 我知道說有些原住民的部落 他們是因為 起了爭執 或者是起了一些糾紛之後 他們就完全就 以後就 可能覺得完全就不能再通溫 還是 那個樣子 這樣子 產生就完全都不能通溫 那我是想要問一下說 你們是有發生什麼樣的歷史緣過 還是怎樣 才能造成說 你們不能夠 就是通溫 還是說 跟我們漢人一樣 就是同樣 同一族人 就是等於是同 我們同 親屬關係就是 所以不能通溫的 這種關係 我想要了解一下 大哥問的問題很專業 其實 那個就是牽涉到我們的傳統倫理 叫做沙姆 S-A-M-U 我們不能組一個叫沙姆的那個 傳統倫理 然後 除了 不能通溫 除了你剛剛講的那種 就是被視為是同一家人 所以不能 然後這個是 超然於中華民國的那個法律 就是我們即便是寫原 那個 中華民國不覺得我們是家人 只要我們覺得我們是家人 好 那個姓氏一樣就是不行 所以不管幾等親都一樣 所以 那個概念上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情人 然後還有一種是 我們通常不會特別因為說 我跟你有仇就不要結婚 通常是 我跟你太熟了就不要結婚 布農族喜歡這樣 喜歡 不要親善加親 就是假如說我們是友好的家 家庭 然後已經是成為家人關係的話 就盡量不要通溫 因為就會被視為是家人 有一些狀況 當然有一些小部分狀況是說 真的彼此有仇就不要通溫 但是 如果本來就有仇也很難 很難愛上鬼 所以這個狀況會少一點點 主要的還是為了說守那個S-A-M-U 那個S-A-M-U的概念是說 當然那個 以你現在的 現在的科學來看就是說 可能會生出畸形 進行兒嘛 就是說 進行結婚 然後但是在我們S-A-M-U那個傳統是說 這樣比較不會被祝福 然後會讓家庭帶來詛咒 然後這個 這個觀念會 比如說 我跟一個S-A-M-U的對象結婚了 這對夫妻要被趕離社群 對於不是我們的家人切斷關係 可是小孩要留在當地 小孩沒有醉 所以很特別 很特別的觀念是這樣子 所以主要是為了守我們的S-A-M-U 中文應該翻社群禁忌或倫敏 謝謝 還有沒有講錯 沒有講錯 請讓高雄的在那邊 你好 你好 李君 大家好 我是李君 然後 我會是布農族的 然後我想要回應剛剛那個 就是那一題 因為我自己 就我爸也有跟我說過 就是我們 當我是伊斯坦大家族 然後我不能跟我伊斯坦大家族的人 就是同婚 然後他又跟我講過另外一個姓氏 是因為 以前是好兄弟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約定他們以後的子孫也不能同婚 可是我忘記那個另外一個世祖名字是什麼 可是我是知道我有另外一個世祖是確定不能同婚的 對 這個就是比較像是約定 就是也是呼應到剛剛那個 就是你 已經視為一家人 對對對 就是類似這種概念 對 就是要補充一下 謝謝 物業來補充一下 喔 不好意思 我問我們最好請問 是白人 我是白人 我覺得 我覺得剛才很多人都說自己是漢人 可是我認同比較不一樣 所以請大家不要叫我漢人 你可以叫我白人 但是不要叫漢人 那我想問的一樣問題是說 因為我有很多阿美族的朋友 那我也在很多場上看到阿美族的希臘 哈瑪大賽其實比較不喜歡講台語的人 甚至有些會很生氣對講台語的人 所以我想問的就是說 像這種族群之間 可能因為過去 這個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才能讓我們能夠更了解彼此 更融合在一起 這是我想的問題 因為你剛才跟人講中一直提到的是 唯騎士的這個問題 那我本來想說 其實這個問題應該現在比較不存在 但是 我覺得還是存在 所以我想說 從過去的老人家經驗 一直到現在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做 會比較好 尤其是 我們是屬於人 都會拿去 我們說台語的人比較多 阿你的人比較少 但是 其實對我們這代來說 我少年代 我表不定 我一定有交換路上不一樣 我們有交換台灣人 但是老人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做會比較好 那個 你要先回應嗎 我在想要怎麼翻譯 可是 我 希望翻譯 有沒有人可以詮釋一下 那個 對不對 怎麼 族群 那個和諧 我要怎麼做 對 就是那個 那個 大哥的意思就是說 不同族群 尤其是比如說 講相對多數的群體 他們講台語的 我們怎麼好好相處 這樣嗎 OK 這個問題剛好 我們上上禮拜 在南神 台南神學院有討論了一下 因為我讀的那個神學院阿 你去查 男神的歷史 你會知道他是一個 超級重視講台語的一個地方 因為本 主要是為了反對那個 國語的那個以前那個壓迫 所以我們的 很多長輩他們是抱著那個 我要堅持你的那種心態 說我一定要講台語 然後認同自己的那個 我覺得我可以了解 這樣的想法 但有時候會說 像你剛剛講台語 有時候我們聽不懂 所以 我覺得這有張力 就是說 所謂共同語言 跟 愛護母語 這會有張力 我覺得只能在每一次的場面上來討論 有時候我們開會 講台語的人 他會先問說 我如果講台語 大家方便嗎 聽得懂嗎 如果大家真的都聽懂 那他就講啊 無法 他如果真的 他如果只會講台語 那勢必我們需要一個翻譯 就是這樣 主要是為了溝通 然後 你剛剛說你有很多阿美族朋友嗎 我有很多 平地朋友 所以 我想 朋友跟朋友的那個關係 其實有時候 對 就是所謂那個 誰是多數 誰是少數 這個會很 就是取決於這件事情 假如你今天都是被阿美族圍 叫 你會認懂 你自稱叫白郎嗎 因為他們都叫你白郎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 我覺得有時候是需要 有時候的一些換位思考 因為我覺得很高興 你一定要自稱白郎 因為他是 有些族群 他用他的母語是這樣稱 其實我們不同 主教 平地的 就是所謂講台語的人 我們也有我們的稱呼 要教嗎 腰頭 哈哈哈 你等一下問那個 你滾看他要教你 就是 但是那是說我們的母語 未必是那個其次 他變成是一種代稱 因為以前 沒有那個 不像現在 有那麼多的資訊平台 所以 先去了解歷史真的很重要 因為像你也知道說 那有時候是因為歷史的過程 那 顯然的 我們原住民 就是原住民身份的 我們 在 我們也還是會有很多平地的好朋友 然後 我們也 也很感謝 也很高興說 有很多非原住民朋友 他們 也很愛平地 不是 也很愛原住民 然後 像我自己會開始做粉專嘛 有一個很大的刺激 是我2016年去劍橋 然後 我遇到那個 有來過台灣的宣教士 他以前 他是英國人 白人 但是他來台灣 他學原住民的話 然後還幫原住民翻譯聖經 然後到現在 每天早上 94歲了 每天早上唸 台灣族女聖經 他到現在是可以用台灣語 繼續跟台灣人聊天講話的 然後我就被他這樣的精神感動到說 他認同到這個地步 然後 不是很 很張揚說 欸我很會講 我很會害原住民 我很會多原住民朋友 他是用他的生活的日常 去實踐這個友善跟認同 所以我才會覺得母語 學母已經是他只能認同開始 就算我不會你的母語 我認同你是朋友 我會努力想去瞭解你在說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 那如果我們不是朋友的話 那就會有點尷尬 所以我們 最重要是好努力 還是讓大家努力 要好交朋友 然後要去思考 假如說你是相對多數的群體 然後 拼聽那個相對少數群體 我的那個 蠻省的好朋友 那個 古樂樂啊 上次去買蝦味仙的時候 老闆娘是講台語的人 他就問 他看到古樂樂來買蝦味仙 他就問他說 你們原住民過得還好嗎 相當的友善 但是相當的奇怪這樣 他也只不過是買一包蝦味仙 對 所以有時候就出現這種可愛的現象 雖然我們雖然就在為歧視 但是在一個脈絡下 如果我們彼此認識是朋友 這是可以友善的化解跟了解 對 所以我覺得 每件事情去看當下的規定 是蠻重要 所以我也不會希望說 用漢人去概括所有非原住民規定 因為我 我其實很知道 不是每一個非原住民 就是所謂講台語的人 會想要自稱漢人 我自己的 就有朋友 他就是非常排斥被叫漢人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認同這個名稱 對 但是也有人是很認同自己自稱漢人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多元分成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不是一個 當下大家可以立刻有共識的一個回答 所以這部分我也想在學習 謝謝 你們這位白浪的分享 謝謝 好的 那我們沒有任何問題 我們就一起上去拍個帳好嗎 各位 各位 來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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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